盧美南追擊何俊仁,鬆蝶教演技 雖然政改方案就塵埃落定 但民主黨假區議會方案繼續被網民圍插 昨日主席何俊仁去政改論壇 盧美南就帶兩隻VCD來贈慶 請你看兩套戲,一套叫做《黑鑑》 一套叫做《拉命關節節節》 沒有人做臥底,然後說自己是臥底 我是賊,沒有人會這樣說 所以你學好些 你們現在是貼罪我們的授權 出賣香港人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引咎辭職 最近這些場面,近期都遇過不少了 何俊仁還懂得少少口感大方接受禮物 他還帶一次大爆 多德前律政司司長梁愛思 中央才會接受改良方案 第一次的角色就是跟我見面 是安排 就是我們將我們的說法交給胡錦濤 就是我們兩封信 是透過他交給胡錦濤的 據了解,梁愛思和民主黨會面那時 出示了自己獲中央授權家信件 每次會面都會讀出中央的聲明 還要求民主黨捨得回應和簽名作實 再大返北京 何俊仁又說,民主黨會向公眾交代 和中央談判的過程 五師,五師,五師..